一年多前从台北东漂花莲选择开设食堂的李小姐 创业初期累计客源速度赶不上大环境的变化 去年又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面临着营运资金周转困难 在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极一花 经马分属花莲就业中心协助之下 加入了劳动部违行创业凤凰 并成功获得贷款 议员打造有回家位的餐馆 也让创业之路卷卷的稳定发展 位在国安邮局巷弄旁的佳佳食堂 有两位从台北东漂的夫妻经营 创业初期累计客源速度缓慢 加上去年新冠疫情肆虐 人潮和收入都跟着锐减 业者李小姐表示 所幸在花莲就业中心协助辅导下 加入劳动部违行创业凤凰 经专案辅导后营运日趋稳定发展 其实刚到花莲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满腔热血 然后我们也很喜欢这块土地 但是总是有一些现实面的困境 会来影响到我们 就比如说像花莲的客群 花莲的人数 就没有像台北这么的热络 所以每日的来客量 其实就是跟台北差很多 那再加上很不幸的 去年年初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影响 还有整个观光业的停滞 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就辗转得知了 这个凤凰违行创业的这样的一支贷款的计划 那我们就开始收集资料 然后开始先看看我们自己符不符合资格 那也非常幸运的 我们都符合资格 然后我们就开始向就业中心这边提出一个申请 提出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需求 那就业中心这边也真的非常的用心 然后也非常的照顾我们这些冬飘青年 那从一开始的计划的说明 然后再到开始申请 申请以后进入这个写计划书 尤其是写计划书这个过程其实蛮冗长的 那毕竟我们对于赚写一些东西 如果不是那么擅长的话 其实会有蛮大的困扰 但是就业中心也提供很好的顾问的一个制度 所以从第一阶段的顾问辅导我们写计划书 到投递计划书申请以后 还有第二阶段的顾问有亲自到我们的店里面来 帮我们看一看 帮我们检视一下我们哪边是需要改进 或是哪边还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这样两阶段性的顾问 就是一系列的这样子的辅导 其实让我们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帮助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在这个路上很孤单这样子 那这中间当然还有包含 还要有跟银行的洽谈 还有审核这一些过程 虽然我们也是第一次申请 所以过程有稍微冗长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就位中心都扮演一个非常好的 母鸡带小鸡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然后也让我们这些东漂青年在这边创业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很孤苦无一这样 从2019年底加入计划到2020年4月到位 以家为经营核心价值 强调来家家上回家的餐饮文化 提供丼饭乌龙面等减餐 经顾问辅导也加强网路社群行销 拓展通路等增加曝光率 现在也开发条理方便包等产品线 及开发精致外带餐盒增加收入来源 我们就是中心的话 我们定期都会有开设课程这样子 那会针对不同阶段的开设课程 那有刚刚也提到的创业初期的课程 那我们顺带的一些课程 以及到后期的话 有一些顾问专家这些的进场辅导的一些课程 我们都有这样子 我们创业贷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一个陪伴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的创业者就是不孤单 华联就业中心表示 去年共协助13人成功取得创业贷款 并提供创业咨询和安排私支重旁协助 也应超低利贷款及个别化辅导 减轻创业者的负担 生活肯定 有需求的民众可下华联就业中心 038-323-262 介绍长邦叶华联士报导